我 驚恐 我在家裡面的時候發現 我存著七百萬 不翼而飛了 結果我實際上 你知道我不知道 這位生姓婦人知道 一個事實就是 這位黃姓的詐騙者 最後用他的錢 竟然可以住在信義區的豪宅裡面 國外這怎麼回事 我又聽完之後 我住的是旁邊的 那種什麼偷天的房子 結果詐騙我人 竟然可以去住豪宅 天理啊 天理啊 這真的天理何在啊 真的 我也覺得非常的吐血 為什麼他可以住在豪宅 當警方 警方是這麼跟我們講的 你們這些詐騙者都住豪宅 警方當時破門去抓他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黃姓碩他在幹嘛嗎 他就躺在很悠閒的 躺在他家的沙發上 看他家的大落地窗 看出去就是整個信義區的夜景 哇好漂亮耶 是天理啊 然後結果呢 跟警方說法 警方逮到他的時候 他就很慵懶的 很鎮定的站起來 好像終於被抓到了 可是他嘴巴又開始碎碎唸 警方也覺得很奇怪 你在碎碎唸什麼東西 他就這樣去碎碎唸 那個義營要是不報警的話 就不會這樣了嘛 都得手十幾次了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他不怪他自己 他就怪第一銀行報警 他現在怪義營報警 這是什麼鬼啊 你看這個嫌犯的心情 他毫無悔意 為什麼他覺得 詐騙也是天經地義的 他就說一句話說什麼 義營就把這事情處理掉嘛 你既然就是 人家是假證件 你義營就還人家七百多萬啊 他說義營真的很奇怪耶 你為什麼不還人家七百萬 害人家還要去報警 還上電視 這什麼鬼啊 都是這個義營太壞了 他竟然這樣說耶 沒錯 而且其實這個黃醫塑 我真的覺得他大概是有高人指點 因為他當時他今年四十五歲嘛 他以前是郵七公又高中畢業 你知道郵七公呢 再怎麼辛苦都勞苦錢 然後賺不了多少錢 結果他有一次突發起 想要找到人 學會怎麼做這個 衛造身分證的技術 他就開始怎麼樣呢 收集一些資料 各自到處的收集各自之後呢 他就像剛剛之前有這個也有講過 他就找郵民去收購身分證 然後開始研究怎麼變造身分證 終於被他研究出來 可以變造出唯妙唯效的身分證 這是他整個學習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是有練習的 而且他的個性跟一般詐騙集團的手腦 又不一樣 喔 叔叔有學過喔 我覺得這個黃一碩頭腦非常的冷靜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詐騙所得 他已經得手十幾次了 所以說他每次所得 他不會拿去亂花 他雖然住在一個月要三萬七千塊 一房一天的信義區小豪宅 但他最大的花費也就僅止於此了 他剩下要怎麼樣呢 他就把詐騙拿來的錢 全部去投資股票投資期貨 他就覺得說我一定要錢滾錢 這樣的話我可以提早脫離詐騙生涯 我猜是這樣想啦 對 但是呢 偏偏呢 當然這個老天爺有眼 他詐騙去這個買期貨錢 大家都賠得差不多了 所以他就不斷地繼續詐騙 終於被抓到 但他就毫無悔意 但你可以發現他的頭腦的 跟一般的詐騙集團的手腦 完全不一樣 他不會任意揮霍自己詐騙來的錢 好 我一定要把這些對戰故事講完之後 讓觀眾朋友跟我一起吐血 他住的那個房子是個小豪宅 就是剛剛國安講的 打開窗戶可以看到101大樓 看到陽明山 看到美麗的風景 而且重點的事情 是他有一個大螢幕的電視 很舒服的沙發 他坐在那個舒服的沙發 去看著那個他的大螢幕 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已經要吐血了 他有一個按摩 大的按摩浴缸 大的按摩浴缸 所以他 所以他發生那個 什麼 比你的河江街還舒服 好 你陷入客資 他雖然裡面享受的人生最快樂的事情 但是重點來了 他其實也有個特質 剛才國安有談到一件事 他花錢小心翼翼 是這樣子嗎 仁俊 對 而且他領錢也小心翼翼 其實我們剛剛討論這個案子裡面 有一個重點大家沒有發現到 他為什麼對於銀行這些東西 銀行 你很清楚 銀行對於詐騙這種東西 是一查再一查 對 居然這麼輕易的得手 事實上是因為他有一個共犯 本身就曾經在銀行信用卡部門工作過 他找這個共犯 對 他找這個共犯 因為他瞭解銀行 你怎麼去查核身份 他瞭解你銀行在這個這個 這個作業流程當中怎麼去做的 所以他也瞭解說 我如果到銀行裡面去領錢 五十萬以上 要登記身份證號碼 你領大筆的金錢 如果領貴領的話 我跟你講銀行行員 一定會有警覺嘛 他就是怕這樣子 所以你知道他轉達到七百萬之後 事實上他先做什麼事 他先把他轉 轉去彰化銀行的人頭帳戶 對 然後再從彰化銀行的人頭帳戶裡面 再轉去北富營的帳戶裡面 再轉一次 所以他再轉 他不斷地再轉帳 好 一開始的時候 零貴領出兩百萬 那你就想要零貴領出兩百萬 你知道三天內把七百萬領完 怎麼領的你知道 事實上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為了怕被詐騙 所以我們每一次的提款都有上限 對 如果你現在去查的話 大概每一個銀行的提款上限 又不太一樣 有十萬到三十萬左右 所以他零貴領了兩百萬之後 他還找車手說 不然你們到提款器 ATM去十萬十萬這樣而已 他這樣子光這樣你也可以拿出來 一百萬左右 不得了耶 後來再零貴再去領出兩百萬兩百萬 總共就這樣把七百萬給領出來 而且他細到什麼程度你知道 一般我們現在不是都手機上網 對 他也知道手機會被抓 會被鎖定 如果被抓到的時候 他連這個事情都知道 他都知道 所以他說OK 大家要上網可以 請用免費Wi-Fi的 連Wi-Fi都想到了 你用公用的那種Wi-Fi網路 你就不會鎖定我帳戶 然後從我裡面再回去查 他已經做到戲到這個樣子 他高中異業 是啊 所以你知道後來警方抓的時候 不是先抓到主嫌 是先抓到他那個共犯 就是在銀行信用卡公司 工作過的那個共犯 先抓到他 尋先再往上才 才抓到這個姓黃 哇 原來這裡面層層疊疊 我們要介紹另外一個來賓 我們我們剛才說 這位四十五歲的黃姓少年 黃姓中年人 對不起 不是少年 因為接下來的來賓是少年 所以我會誤差 這位黃姓的中年人 他只有高中醫 可是他腦袋精密的 跟007電影演的一樣 甚至怕網路鎖定 因為我們知道網路 你會有一個IP 所以這個電信警察 可以鎖定你的IP 知道你在哪個地方上網的 他去找那種免費的Wi-Fi 那一定很多人使用 所以你一定不知道 我是哪一個人 你抓不到 你抓不到 好 所以我們就要介紹這位來賓 因為他也具有類似這樣的功能 可是他學歷比較高 他碩士 而且他最近是很帥 所以他都會跟人家拍照 連生日派對都有他出現 那他是誰呢 他是媒體演習青王 金王你好 親民好 大家好 金王今天要來講什麼 我談一下後面我們談到 中國現在最新的那個立體快八 立體快八 解決塞車的好工具 等一下 這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這個要談一下 這個當我們這個交通部長 還在說高速公路 該怎麼處理的時候 中國已經發展了高速快八 這是什麼東西啊 即使在中國大陸待過 只要中國大陸高速一塞車 那就是五六個小時那邊睡覺 這個高速快八 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嗎 台灣是不是可以順便解決一下 好但是不論怎麼樣 我問一下玉珍 藝營難道沒有責任嗎 其實這件事情從一開始 我就一直認為藝營有問題 而且問題非常嚴重 大家想到說他在變更身分證 然後甚至呢 還可以去查核很多的就是 他鎖定的被害人的這個稅籍資料 知道說他的利息鎖得很高 所以有存款對不對 鎖定了之後 其實你要去執行啊 那為了這件事情 我當時特別去問了好幾家銀行 就是說原來這位這個申小姐 她本來是在萬華分行的 藝營萬華分行開戶 那可是呢這個冒用的這個 冒充的這個人是跑到中和分行去 那你可不可以讓他去變更硬件 因為這位黃一塑 他知道說整個作業流程 他請的這個partner裡面 就是有對銀行的作業非常熟悉的人 可是呢你會覺得很奇怪 第一個就是說原來 他說要去解定存的時候 那拿到身份證 其實呢 他一開始說說硬件不符對不對 那你怎麼可以讓他在綜合分行變更硬件 結果呢 我為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去問說 現在有很多的銀行 竟然都開放喔 來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銀行給你很多方便 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們把這個放在這邊對害 這裡頭來變更銀行 現在是各家銀行規定都不一樣喔 好那這個黃一塑很厲害 他知道說這個第一銀行 他是可以跨行辦理的 所以你看喔 這裡當時包括像台灣銀行 第一銀行跟華蘭銀行 他們呢都可以方便讓你在任何的分行辦理變更 因為呢他把所有你原來開戶的資料 都放到網路上 那網路上之後呢 你到中和分行去的時候 他就會把你原來萬華分行的這個開戶資料 都丟到網路上嘛 所以一核對這個硬件好像是對的 所以就讓他讓他變更了 可是呢 這個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因為藝燕他們自己承認說 這個部分他們之前 他們沒有把那個身份證 先掃過那個紫光機 因為如果掃過紫光機的話 可能第一個他們會懷疑 然後第二個就說OK 竟然讓他變更 而且這個黃一塑很厲害的是 他竟然把那個申小姐的簽名 都簽得跟他十幾年前開戶的樣子很像 練習很像 練習到不行了 對 像到不行 所以那時候呢 大家在懷疑 因為連被害人的兒子都說 這一定有內神通外鬼的 否則呢第一個銀行 就是第一個行員 對 你怎麼知道之前原始簽名是什麼樣子呢 然後第一個 抓到對對這個重點了 你要學他原始簽名 你必須要先調出他之前原始簽名 你才可以練習啊 就是要有印件卡可以讓你參考嘛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原來有一個小姐說 印件不符 可是呢另外有一個 這個銀行的藝營裡面的人 就主動告訴他說 沒關係啦 你變更印件就好了 那他就直接讓他在藝營變更 綜合分行變更 所以我這裡要告訴大家是說 藝營確實有內控的問題 因為他竟然把這個 這個紫光機的這個身分證沒有掃出來 那另外呢 還讓他在網路上核對 核對那個印件明明是錯的 結果呢 竟然可以讓歹徒可以寫得很像 就過了 所以內控是有問題的 好 可是呢 在這個事件之後呢 我們再看看說其他的銀行 其他的銀行變更的印件 你知道嗎 包括這個臺灣銀行跟富邦銀行 都說可能要兩三天的時間 你也不可能立刻在那邊就變更好 那變更了之後 還讓你綁定那個這個網路銀行的設定 然後約定帳戶 他這些都能夠在現場直接做 那就是因為藝營給的方便性太高了 好像覺得說 哎呀 這是服務 結果呢 這個服務的方便 變成了詐騙集團的一個 這個可乘之機 所以張營就說 我們擔心 因為詐騙集團層出不窮 所以呢 我們都指定在圓開富行 也就是說這個黃一碩 他要做這件事情 他必須要回到 回到這個歹徒 就是他鎖定的這個申小姐 原來在萬華的分行才能做 那藝營這次讓他得逞了 就是因為他種種內控的問題 然後讓他變更 然後又沒有掃紫光機 然後甚至呢 那個行員很熱心 然後讓他說 哎呀你這個印件簽名都沒問題 熱心過頭了 熱心過頭 所以大家會懷疑說 主動幫他辦印件跟簽名 變更的這個行員是 可能一開始被鎖定 內神通外鬼的對象 哇 這樣聽起來 藝營真的好好想想 有時候服務過頭 也不是件好事 可是說真的 七百萬又不是一個小數字 又不是七十萬七千塊 七百萬七百多萬 難道不會警覺嗎 可是其實整個過程當中 因為這件事情是 深小姐的問題 也是這個警察要去查這個人 怎麼會詐騙這個偽造能力那麼強 還有中華民國內政部 要知道你的身分證 是可以破解的 那當然藝營要知道 以後要送紫光機 可是其實整個過程當中 讓傑民最不服氣的地方 在什麼地方 那也跟住豪宅 後來有發現到 我們這豪宅跟詐騙偷竊 一搜尋下去 不得了啊 住豪宅的騙子還真多啊 是不是有字 對啊 就是說像我們這種人 要住豪宅 沒人都沒有 那你客氣啦 你是可以的 他已經在住 我老是 他已經在住了 全國有兩萬戶豪宅 你應該是其中一戶 沒有沒有 我們這算吃乾坑人 我們自己打拚 還要假的 我是大地主 對 大替儲啦 大替儲 好了你不要再解釋 我很知道你來龍去賣 你家賺多少錢 然後你就跳過去了 好趕快講內容 主要我就要說我們要住豪宅 沒人都沒有 這是因為我現在講這個人 他剛才講詐騙集團 我們都不知道誰是 新北市裡面的大地主 都不知道他的父親是 生意是廣通四海 都不知道誰的孩子真的有錢 回來主題 所以你不要主題 你不要在那邊扯 我們都知道你是誰 好來繼續 這個人是要住豪宅 沒人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人是大盜 我要趕快把他笑完 把笑容收回來 才可以把事情邏輯好 這個人呢 我們在台北市那時候 辦案子叫做以缺道 散手 以缺就是可以把那個門 給那個燒掉的以缺 對 就是你那個以缺出來 以缺是那種噴火的嘛 情跟氧出來 對 就是那個 我們說以前那種噴火槍 把鐵門給撕開了 那種以缺 可以切開的 以缺大道 可怎麼可以住豪宅 而且他讓你整個門都沒有 門都沒有 他偷東西是什麼 他直接拿以缺 把你家的用散 台語叫散手 把你家的鐵門全部都燒開 整個門都拿起來 因為不用在那邊開鎖 什麼好麻煩 直接散手把你家的門 全部焊開之後 全部打開 你家的所有珠寶 全部都可以搬走了 而且搬走珠寶 他還要交通工具 所以不好意思 那個案子發生在文山二分局 的一個豪宅 也是豪宅 豪宅而已 他不但把那個珠寶 全部拿走 因為沒有車 沒有方便 乾脆停在車庫的賓室 不用隨便開走 順便一起開走 順便把他開走之後 賓室客來室內 把他開走了 開走 然後把珠寶都上去之後 整個都出去了 結果呢 文山二分局這個轄區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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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富人 那一回到家 他要開門 沒門湯開 門已經開了 放在肚子裡 而且一進去想說 那我要開車去報警 他進去車也沒開了 整台車都不見了 鑰匙放在家裡面 對 整個都被搬光光了 後來呢 因為這樣子 除了警方趕快去布線 那趕快把他查到 後來抓到他了 終於把他抓到了 抓到他呢 他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在剛剛呢 我們在私底下有討論過 還長得還蠻像我們的 康仁俊 很像 這張照片呢 其實是蠻像我們仁俊的 對對對 我看過 我自己都覺得有點像 你也覺得像 你被冒用了 對 所以你是住豪宅 還是你就是一定要開仁俊的玩笑 吃到你繼續你的內容 不是我們 他在轉移他的焦點 然後呢 你看他就是呢 那時候被拍到的時候 你就欺負仁俊這次沒選上啦 我懂啦 繼續啦 我可沒有說 其實他上次也沒選上 是啊 而且你一定要說他選上 他沒選上 心情還很開心嘛 你就是要欺負他嘛 我懂啦 這個姐夫是一定要互接的說法 不是 這個 我們回歸正題 他在破案呢 那時候做完的關鍵的時候 全部都被拍到 而且呢 他住的房子就是下面這一棟 豪宅啊 我們再看一下 還真的蠻像仁俊 真的蠻像 真的很像 我還以為你說 說這個豪宅 原來這個長 你看 像不像仁俊 像不像仁俊 今天這條主題的重點就是 仁俊住豪宅開明車 所以我的身分就這樣被揭發 那時候呢 這個仁俊 不是 那個嫌犯被抓到的時候 如果在客廳裡面穿的這個樣子 你不要看他在客廳穿這個樣子喔 他在之前要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他已經布線布好久了 布線布很久 怎麼布的 因為呢 他雖然現在住豪宅 可是在住豪宅之前 他做了兩份工作 是 一個呢 是房屋仲介 說要做過房屋仲介了 他做了房仲 是是是 因為他做房仲呢 他就可以知道這些房子 哪一個豪宅我可以偷 他得到了一個結論 就是呢 我以前做房仲的時候呢 我得到一個結論 只要燈是關著的 這家人可能就不在家 哇 他做房仲可以培養他的這個 這個技巧你知道嗎 哪一個房子 因為有的像房 有的房仲看 這個明明是空屋 為什麼 沒裝冷氣 大家只好做房仲知道 沒裝冷氣這個房子 不要進去 裡面沒東西 你看他做了房仲 他做了第二個工作是什麼 汽車修理工 因為可以學雨缺 可以學雨缺 散手這樣學 因為他為了要做後面那個 那個雨缺大道 他可以這樣子去做 做這兩個工作 兩個技能都有了 開始去偷東西 而且偷了 開始雨缺大道把門 車子都偷走之後呢 兩台車賓市跟那個 那個克萊斯樂要停嘛 所以他就花了 每個月十幾萬的代價 在信義計畫區租了 剛剛你看那個豪宅 又是豪宅 好驚人 而且他每天呢 因為他每天闖空門 雨缺把他散手之後 今天可能開克萊斯樂 明天開賓市 後天開BMW 馬賽拉底 馬賽拉底 眼淚一直流 每天這樣開不同的車 連管理員都認為說 他應該是科技新櫃 而且他不但每天這樣 每天還可以開 還可以用那個跑車再辣滅回家 他覺得他這個是多金的 一個金主科技新櫃 等到警方到這個豪宅來搜索 破門路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他是雨缺大道 這個人真的是很誇張 他去這個貴這個我們說的 人家房子裡面偷一堆錢 然後開了名車 開到名車想一句話 我要讓我自己身份好起來 就在系主 我們到系主科學園區 他自己印了個名片 拿著名片去調辣妹 晚上趴 這個人真的很誇張 可是我跟你講 這還有更誇張的事情是什麼 竟然拿到了車子 當然要去騙貴婦 欸 玉甄這怎麼回事 拿車子開了這個偷來的車子 去騙貴婦 貴婦還受騙上當 當然啦 有時候這個貴婦去參加一些party 像我之前也碰過好多那種 比如說什麼精華魚董啊 什麼很多都是騙人嘛對不對 好 那這 你有見過那個精華魚董 精華魚董我跟他碰過好幾次 然後也都是很多的貴婦 一起在的一個場合 那這個貴婦就是 我講的是這個 開佛具店的貴婦 那他呢 就因為也都跟一些姐妹湯 然後跟一些富豪在一起嘛 然後呢 結果就有一個自稱 自稱身價超過10億的帥哥 開著賓利 然後就是在聚會之後呢 就經常帶他出去玩 然後讓他非常的開心 甚至還會送他一些禮物 結果後來呢 他就說 哎呀 我最近呢 這個剛好呢 有一些這個過 就是我的一些 我終於懂了貴婦 其實是貴婦 我缺現金啦 可是這個貴婦雖然是貴婦 可是他心裡是寂寞的 對 然後就有一個看起來還可以的 帥哥開個兵力車 想說我們在認識然後 有時候想去陽明山兜個風啦 喝個下午茶啦 或者說新竹的風光不錯 可以去見到一個名人 叫做徐清皇之類的 就開個車去新竹兜一兜 對 反正下午也沒事嘛 那路上的話就會跟他聊 聊說我家其實這個 因為兄弟姐妹很多 而且祖產很多 對 所以最近呢 剛好有一大筆的祖產 要過戶到我身上 那你知道過戶祖產的話 那就要有很多費用嘛 對 那過到我這邊的話 也就是我才有錢啊 比較一繳遺產稅啊 對 這裡稅啊 所以要繳很多的手續費 然後呢 他就用這個借口跟貴婦說 那我在繼承這些遺產的過程當中 需要現金 可不可以先給你調個頭寸 先跟你借個三十萬五十萬 那貴婦就說 好啊沒有問題啊 每天開著兵力 然後呢帶他遊三碗水 而且你送他一些很貴的珠寶 對 然後又送他一些珠寶 然後呢這個 又這個就是主產要變更 主產變更過來就有錢啦 所以借他個幾十萬沒有什麼 結果借一次借兩次 後來呢竟然路路續續借了他六百萬 那而且呢這個貴婦 他也自己也知道說 好像好像有點怪 可是後來是包括他兒子 是他兒子看到了之後說 你怎麼把錢然後領出來交給他 是兒子去報案 然後把他的資料一查之後發現說 原來便利車是借的 然後呢所有的這些資料都是假的 然後警方後來這個兒子 把資料拿過去之後發現 說房子都是不起眼的 哪有什麼主產可以過戶 全部通通都是騙人的 所以不要被一些什麼便利車 然後吃 對 馬賽拉蒂 然後吃豪宅 不要被這些地方呢 給就是一些表象 然後給嚇到了 然後就覺得說他一定很有錢 身價數十億 金華余董就是這樣啊 金華余董說 我是金華的大股東 你隨時來找我 我隨時可以請你吃大餐 結果所有的東西 通通都是騙來的 所以想想想這個貴婦也蠻可憐 因為他真的沒有地方去 好不容易就有人開車 帶他去兜一兜 沒想到他自己就被騙了 但是這事情好像不是只有一條 這是好幾條啊 巴勒票也可以騙家店 不是 天啊 這怎麼回事也是有好 也是好車豪宅嗎 巴勒票是一個很低俗的手法 但重點是他前面跟剛剛的案情很像 剛剛那個也是開巴勒票啊 所以說我先給你一張票 然後我先電一下 然後你給我錢 我把遺產撈過來 我可能還可以加就好 我加利息給你 這想這個有錢的貴婦 你講說你又送我名 你開名車又有送我珠寶 這個我又可以賺點利息 趕快可以吃個下午茶 為什麼不 這個也是喔 所以我們就講說 巴勒票其實是最後行騙的手法 你騙坐騙酒而已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講說 眼見為憑這件事 真的大家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臺南是這樣 臺南有個電器業的一個業者 他就買家電這些東西 結果經過一個朋友 認識一個蔡信的男子 那這個蔡信男子呢 住哪裡 住豪宅 開迫序 每次跟你見面的時候 我一秒鐘幾十萬個上下 我們家的地道一塊百二萬 我們家碰益四五十萬 每天再來你講 那你光看他開那個Poche Poche 你講實話 誰會說你沒有你車 行走 駕走拿來我看看 看是不是車是你的 很少會做這個事 每次一出手就是三十四十上下 然後開的是Poche車 真的一般人一定認為這個是有錢人 嘴巴講是這樣講 但是因為光看車子 又覺得他就每天都住在那 就覺得他進去出租 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上次有志 我們說那個地表最美的片 美麗的那個婦人 他的小兒子也是訓練他任名車 對不對 同小知道那個 連馬克一看就知道 那個是賓士 那一看是馬賽拉底 所以這台人的片子 他怎麼開巴拉票的 結果後來他就說 我們家裡要綜紅 我要買一批家電 後來算一算大概買了四十四萬左右 那他就開票給他嘛 開票給他 叫他奇怪 變成巴拉票你知道嗎 後來再去查的時候才發現到 這個男子他就是姓蔡嘛 那名字也嫁 對 不是只有你一斤四十幾萬而已 旁邊還有兩三斤 大家都去看 而且歐老師一斤 國安斤斤都到了 那兩斤都沒說出來 沒說出來 抓到就三個人被他騙你知道嗎 那你都金額有大有小 大家才發現 原來你表面上看起來這麼漂亮 我也是個騙子嘛 天啊 可是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案下面的案例 是說那些大學生 你給我注意到 你不要隨便當車手 實際上車手現在被逮 上次有一個人車手 只拿兩千塊就罰了幾百萬 這個案子是個大學生 很神奇的是 他也是住豪宅 很神奇的是 他也是住民車 可是他卻是低收入戶 這是什麼故事 這是一個在台中的一個詐騙集團 他總共有六個人 祖賢姓朱 二十八歲 那這位你剛剛講的那位 低收入戶他姓許 是一個台中間私立大學的學生 我先來講這個祖賢 基本上這一個六個人的詐騙集團 全部都是開百萬名車 不會吧 六個人全部都是百萬名車 我跟你講百萬名車說百萬 一定是兩百萬起跳 所以他們只光快車 就一千兩百多萬 對 所以基本上你就知道 他們到底賺多大 你知道非常厲害 他們手法說起來也不特別 是怎麼樣呢 他就是怎麼樣 很多人在網路上購物對不對 你購物不是都會留一些個人資料嗎 對 結果他們就知道你的個人資料之後 打電話給你跟你講說 那個傑民哥 你剛剛買了什麼什麼什麼對不對 有 我有買 對 我們剛剛才 我剛剛買了一個山西藍牙那個耳機 對對對 那那個 我跟你講這個耳機啊 那個要退貨喔 對 因為你那個整個那個 金額的那個有點問題啊 對 不是啊 我都已經刷好完了嗎 那金額上面都對啦 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喔 那這個 因為我們沒辦法刷過 所以說你那個 繼續把你的錢 轉到我們這個戶頭裡面 怎麼可能沒有收過 可是我的那個 那個我的手機告訴我刷夠了啊 那也要麻煩你解除那個 所謂的那個 限制轉帳的那個功能啊 哎呀真的啊 那我怎麼辦 對 那你就直接轉過來之後 那我們這樣的付款 就算完成囉 喔 所以我再做一次就好了嗎 是的 這樣我錢就付款完成了 是的 好 謝謝 對 然後他就用這種方式來詐騙 就把我錢給炸走了 對 就把你錢給炸走了 你錢就轉走了 對 然後呢 好 那他其實呢 談到這個許姓大學生呢 會讓他覺得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特別 為什麼呢 第一個他只是一個大學生 第二個他是低收入戶啊 對 他是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有什麼呢 享受各種國家給予的優惠嘛 對不對 學費你也減免 對 然後什麼東西你都可以 這個有一些優惠的這個措施 因為你是低收入戶 甚至你還可以補助嘛 對不對 聽起來 聽起來國安就已經 當過低收入稅調介的這個狀況 就是學費也減嘛 對 什麼都減嘛 對 然後結果 看起來你蠻了解這件事情的 這個還好這個沒有淪落到這個程度 對 那個學生可能家境不好 那可能就因此讓他心生歹念 對不對 就乾脆加入這個詐騙集團 好結果咧 不加入哲宇 竟然可以看到百萬名車住住哪裡呢 你知道臺中市 基本上房租兩萬塊以上 就是很好的房子了 是的 三房一廳還不錯的房子 然後呢月租大概兩萬塊 然後呢進去裝潢也都非常的漂亮 開兩百萬的名車 然後警方去找他的時候 一看到你的低收入戶警方也認住了 對不對 那他也覺得很奇怪 要請問社工員在幹嘛 這個東西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要請警方去問一下社工員 社工員 或是親民黨那位議員 他最近罵得很兇 對 那個社工員顯然都沒有仿視嘛 對 那但是呢 這個許姓大學生 你不要以為低收入戶 然後他是低收入戶的一個身份 其實他也不是很老實 為什麼呢 他為了規避警方的調查 結果怎麼樣 大部分都會把這些檔案都存在電腦裡 對不對 他存在那個電腦上面那個FIRE夾 那是日本色情光碟 什麼日本AV女優 這樣的一個檔案夾 他就把它擺在 那裡面 那種色情影片的檔案夾裡面 警方看到了以後 就覺得你這個Galina 你不學好 然後我再追加你一條 我問你這個影片哪裡來的 我在追加你一條 違反著作權法 對啊 所以其實像這個低收入戶 這個算是一個漏洞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是這個社工員 好像都沒有仿視 讓他能夠淪落到說 竟然跑去當詐騙集團 而且竟然還可以開百萬名車 這個案子真的太特別 這位大學生他的學費也減免 然後政府還給他補助 他竟然可以去住什麼 住兩萬多塊 在台中這樣算是一個蠻不錯的房子 而且重點事情 他的那個停車位 還放了一個兩百萬的車子 但是被逮到了 對不起 你就進去了 那現在最新的方式 最近法官也很生氣 這些詐騙者 那些所謂的車手 他可能只拿幾千塊的費用 可能要賠一起賠償 現在有個個案出來 拿大概差不多四千塊車手費 但賠了一百七十萬 所以現在政府已經硬起來了 可是問題是 怎麼詐騙者都開名車 怪不得我們高速公路 現在可是真的很嚴重 現在高速公路 似乎是隨時都塞車 但最新的消息 是我們新的交通部長 依舊要學柯P一樣 先拿再說 因為柯P自己承認 他都是先拿再說 什麼都要付錢 那麼現在我們新的交通部長 也決定 端午節的晚上 不好意思 收錢 即便所有的地方 雲林 台南的這些 所謂的地方首長都翻臉了 對不起我們交通部長說 射出一個箭 絕對不轉彎 好 我們還在爭 我們還在爭到底 高速公路塞不塞車的時候 北京已經要設一個叫做 立體快八 這是什麼鬼 這東西是不是很神奇 會不會解決交通 台灣是不是要去學一下 好 這什麼東西 我們先了解一下 對 金網 終於等你出現了 本來我想說 像你這麼聰明的少年 其實不多 本來想聽一下 大學生詐騙的感覺 你沒有詐騙的 所以我就沒有訪問你了 可是這個快八 剛剛看起來又配了優雅的音樂 那個車子會把大車吃小車 小車沒有吃 就是小車可以去找他 一樣從那邊滑過去 這是什麼樣的東西 簡單說 他為什麼叫立體快八 你就把它想像成 是一個站起來的巴士 為什麼叫站起來的巴士 其實這個概念 在2010年的時候 這個發明人宋友洲 當初就提出來過 那他提出來這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經濟上巴士站起來之後 解密你知道可以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事 我們都知道現在巴士 就是平面這樣走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的巴士 會跟一般的轎車卡車什麼 都通通貨在一起 大家一起大塞車對不對 但是當如果今天 一旦我巴士可以站起來 有兩隻腳 然後他現在變軌道了之後 我一般的轎車 就可以在他下面往前走了 所以我的公車 我的巴士 就不會跟一般的轎車 卡在一起塞車了 就變成是一樣的高速公路 但是有兩種車 一種車是一般的私家車 一種就是在上面 立體車 我們看這畫面上已經出現了 我閃一下 對對對 所以你看到那個 那不是照我 是照螢幕 照螢幕 照螢幕 照螢幕在這裡 對對對 哇 不得了 這太神奇了 對 然後呢 所以到時候車子 就有分兩種 一種是平面開的車 一種是站起來立體開的車 而這個立體開的車 就是所謂的這個立體快八 那麼這個立體快八 因為我們知道在中國 這塞車真的很嚴重 那所以他們才會提出 這個立體快八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立體快八有什麼好處 我們這樣說 其實觀眾朋友大概看這個圖 就可以知道他為什麼會有這個概念 他是要介於天橋 然後跟一般的平面車之間 把這個空間把它騰出來 讓大家可以坐在裡面 變成巴士往前開 我們一般的馬路上的車子 講是這個高度 可是有天橋這麼高 中間還有一段空間 對 他是可以被使用的 沒錯 他還特別去使用 這一段的空間 所以這個立體快八 他的高度大概是四米六 那中間留大概二米三 主要兩米三 就比一個人再高一些的空間 留給一半的轎車去開 所以他就等於多了兩米多的空間 可以去載人 而且你知道載多少嗎 我們一般的公車 了不起坐幾十個人 就差不多就結束了嘛 對不對 這個立體快八 最高承載人數可以到一千四百個人 他的運量非常的高 然後長度大概長達三十二公尺 這麼長的長度 然後可以載最高一千四百個人在上面 那不就是跟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高鐵人士一樣 所以國安這是什麼發生的事情 這是中國在什麼時候讓大家為之驚豔的東西 而且聽說可能真的要實現 真的 而且這個實現的程度 就在今年下半年 他會在秦皇寶式 對不對 現在是二零一六年的五月二十 今天已經二十六了 大概這個日子 他下半年就要失敗 所以下半年就要執行了 對 會在秦皇寶式先做事辦 那剛剛其實那個整個size 他到底有多大 其實剛剛秦皇也有解釋 那看這個我手上這個小的手板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軌道的寬度只有0.6米 那它軌道寬度0.6米 那它整個寬度是三十二米 換句話說 當你車這樣過去的時候 你橫跨是兩個車道 那我們一般來說 大家其實在台北市塞車也大概塞了很嚴重 大家都知道台北市其實很多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做公車專用道 我們做公車專用道的意思就是 讓公車走自己的專用道 來解決這個車子的問題 他就更進一步 這個快八就把你墊高 你就可以直接從上面這樣開過去 那所以其實他這個東西一出來 主要是在上個禮拜的北京博覽會的時候 這個東西一出來的時候 真的讓大家為之驚豔 而且他是使用這個有人看管的自動駕駛 換句話說也是在往前又推進了一個檔次 他不是有人駕駛 不是說我今天在上面這樣開 然後底下我都看不到 他是採取自動駕駛 但是有人看管的一個模式 所以也叫做空中奔跑的巴士 你就直接墊高了 那它的高度有四點六公尺 所以說換句話說你底下 即便是有一些比較大型的車子過去 也都不會影響到底下的車流 所以這算是一個蠻革命性的一個方式 而且它的造價還算沒有那麼貴 因為它的造價大概根據這個北京的說法 它大概每公里的成本大概是五千萬元左右 換句話說是地鐵成本的五分之一 你不用開挖馬路 你只要鋪兩個軌道這樣上去 它就可以達到它的效果 其實不好意思我在補充 他在說一件事情是 有一天我在北京的高速在開車的時候 習慣用這個表示是因為我喜歡轉彎的時候 有這個方向盤 那你就知道我習慣開的是什麼車子 不是我開的是大車 在這個白寒東盧的時候 突然我的車變黑了 這時候在北京人 北京的乘客就 北京的駕駛者就不要忘記以為是天黑了 不是 是一個更大的車子從那邊過去 可是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它的軌道是怎麼設計呢 我們看到路上正式跑的車子 然後還把它寬過去 所以這些人就會在這車下面 但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說你設計是4.5 可是假設有些地方 它的隧道 比如說這隧道這邊是4.5 假設隧道是到4呢 它比較撞上去了 對 傑兵你講到重點 我們剛剛不是提到嗎 2010年的時候 這個概念就提出來了 那當初它的發明人 宋友州為什麼那個時候沒有做 你知道嗎 因為他在博覽會的現場 就是遇到很多人在質疑他 那質疑他什麼 這個宋友州其實也很厲害 他只有國小畢業 可是他有很多發明專利 他只有國小畢業而已 結果他發明了這個新的概念出來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很震驚 但是2010年提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問他一件事情 就像傑兵剛剛問 那個軌道你怎麼辦 我們現有道路都固定了 那你要多那個所謂的30公分 30公分 一邊30公分 總共加起來就是要60公分 你要那個軌道 你現有的馬路 你要怎麼調整 第二個問題是你看這麼大的車子 他是直的對不對 那大家問一個問題 那轉彎的時候你怎麼辦 你會不會跟一般的轎車發生那個什麼 就是相撞的事情 那第三個問題人家提出來就是 你剛剛提的就是 如果那個橋樑的高度 因為北京一般的橋樑高度 最高的高度 大概都四公尺左右 那你現在大概是4米5 4米6左右 那你怎麼去克服這個問題 所以宋友州在過去五年的時間 都拚了命在想辦法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後來他想到解方了 第一個就是說 要更改那個道路的設計 那你就是道路的設計 一定要在往外再拓寬各30公分左右 所以變成道路的標準都要做修正 才能夠去容納他的那個 就是軌道的寬度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那個橋樑的那個標準高度 也要做調整 那還有宋友州 為了這個所謂橋樑高度調整 他也想到一個變通的方式 就是把這個軌道做成下線式的軌道 讓整個那個面積往下沉了 大概差不多就是大概40公分左右距離 你就剛好可以避掉那個所謂的 那個4公尺高的範圍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針對剛剛我們講說 轉彎的時候 你會不會撞到怎麼辦 就是變成說你那個道路要重新再規劃設計過 讓他盡量不會相撞 所以他選擇第一個事辦的地點 不是在北京市區 而是在秦皇島 因為變成是秦皇島的那個道路 需要重新再做規劃 讓這樣的所謂的立體快發可以在裡面 那我們就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今天中國需要提出的概念 因為呢 他們發現就是說 平常像北京那種大都會在塞車的時候 時速只剩下15到20公里 那你幾乎是不會動 來 我一定要解釋 什麼叫做北京塞車 玉珍應該也很清楚 那北京塞車絕對是超過你想像的那個塞車 那有一次呢 結明是笨蛋 我就選擇了什麼時候呢 選擇了飛機正好是4點多 5點到了北京 所以我從北京的這個飛機場呢 要坐這個 那時候我也沒有打第一位 沒有決定要坐地鐵 那都是一件愚蠢的決定 我決定做什麼呢 我決定坐公車 因為我都已經估好他公車了 所以想說坐公車 然後可以很順地的到市中心 我告訴你結果是這樣好了 我那邊在車上已經睡到不知道幾番了 結果呢 我還是沒到 繼續睡 睡到已經是天都黑的時候 天都黑快亮的時候 大概兩三個小時 原本大概預估只有15分鐘的車程 我坐了大概兩個小時 我走路都可以找到 這就是北京 所以北京的狀況 當然就會顯示一件事情是 塞車怎麼辦 這種大車會被執行嗎 可是現在最夯的事情是什麼 現在最夯的竟然是 所謂的無人駕駛的公車 人群 這個就很殺了 對 這個完全不要懷疑 因為事實上在瑞士 跟這個所謂的荷蘭馬上就要推出來 這樣一個無人駕駛的這個公車 那你可以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事實上已經有實車的一個出現 這個是在瑞士的部分 那當然他現在目前所進行的 大概是一個短距離的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公車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小規模 所以一次大概在九個人左右 那會有固定路線的往返 可是事實上所謂的無人公車 這裡面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因為事實上路況的部分 是我們通常是瞬息萬變 對 所以路況不會按照你原來所設定的 這個東西裡面 他就照著這個路線走 再來就是有一些交通耗制的部分 包含到交通標示的部分 那如果按照瑞士現在這樣的一個研究 因為他們其實已經開始在做實測 對 他可以自動去辨識交通的耗制 那包含就你怎麼禁止通行 限速多少 那些事實上都可以被控制到 那另外在荷蘭的部分 而且這個都是在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年就近年 就近年 對馬上你可能在大概五六月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預計是在春季的時候要發表 這樣一個產品 走出臺灣以外 這世界變化速度真的是快到不行 我們還在討論說 晚上要不要這個設定 說這個要不要收費不收費 還在吵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已經開始搞這種無人的 這個所謂的這種公車 想想看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司機疲勞駕駛 是 無人公車 經過這樣處理之後 沒有疲勞駕駛 車輛可以不斷的發車 而且他是好像還有雙層的設計 不得了這是荷蘭 我們瑞士我們要學的 所以他現在設計到什麼程度了 對 而且如果你說以荷蘭來講 我們剛剛講到說 像無人駕駛的部分 事實上你當然你地圖什麼的都要很先進 但是如果以荷蘭現在要推出了這個 VPAR這個系統來說的話 他目前已經在他的這個荷蘭大學裡面 去進行實測 那他所做法是他包含他的車體 周圍都會裝上很多的這個感測器 那一般對公車族來講 他最痛苦的是什麼 你知道我根本不知道第一個公車什麼時候來 第二個是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公車的狀況是什麼 我的狀況是說到上面是不是人很多或人很擠 所以以荷蘭來講 他們在研發這個無人公車的過程當中 他們同步開發APP的軟體 也就是說我使用者其實透過APP裡面 我就可以去知道這台公車目前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尤其因為他如果設定到定點到定點裡面的 這個所謂的搭載的話 因為你可能會有過站 逐暫停的問題 但是我如果從定點到定點 他甚至可以根據路況去進行調整 也就是他這除了我走固定路線之外 也可以調整我整個公車要行使的路線 好人性化 是 所以這種神機事情好像不是只有一個國家 有產生 像歐老師我們發現到 這個我們知道每年就是差不多快聖誕節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加州的各大港口 包括紐約港口一定會罷工 他們什麼時候罷工不罷工 一定要選擇就是Christmas前罷工 那我們知道之前在法國在歐洲 因為那個每次到快要Christmas的時候 貨車是嘎嘎滾的 白天也有 晚上也有 貨車一定在那個高速公路一天 不斷的把貨品要集中 因為一年不就是做一次這個 就是他們的鬼節 從這個Halloween Halloween叫什麼 萬聖節 萬聖節 一直做到這個聖誕節 這段時間 萬聖節是像我們這個 現在現場兩位小妹妹 他們就是那個 我們的工作人員 他們年紀很小 只有十幾歲 這個萬聖節的時候 對不起我們用童工 他就要開始那個去敲門嘛 就是要去要一點糖果 然後一直到這個Christmas這段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 一件很驚人的事情 什麼發生的 現在連這個 英國都要決定說 好了 既然這個工人會罷工 我們來做個 無人駕駛的貨車耶 沒有錯 因為貨車和罷工 有這個莫大的關係 因為呢 這個不管是德國也好 英國也好 經常飽受貨車司機罷工之苦 所以德國就先研發出 這個無人駕駛的貨車 那他研發出來以後呢 英國呢 也不落人後 他就提出一種叫做 HGV的這種車 那他這個貨車呢 一樣他有各種感應器 而且他有他的APP 可以和他的公司直接連接 好 那麼這個這種貨車呢 他做了一個實驗 就在他自己的一個比較 相對這個車量比較少的 駿裡面呢 叫做M6的公路上面呢 他做了連續九輛的貨車 那前面還有一輛貨車來做導引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輛 他還給你做一串啊 一串 哇齁 這這麼厲害 讓你知道說他這一串可以長期駕駛 因為你知道 各國的貨車都和我們的貨車其實是一樣的 經常發生事故 對 因為他在轉彎的時候常常會看不見嘛 他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他在他任何一個位置 他通通可以偵測到四面八方 是不是有人可以跟他產生各種事故的可能性 以及他可能到達哪裡 這時候我舉最簡單 前面一定知道 在森郡那邊加油要派三個人去加油 對 為什麼因為這個會計小姐要去加個油 司機要加個油 還有一個監督的人要去加油 然後把油票再拿回來 對 所以這個成本非常高對不對 對 以後沒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他絕對不會偷油 所有東西都在APP上解決 是 他的終端機通通可以完全的控制 是 既沒有罷工 又不會有事故 而且又可以被完全的監控 他可以不疲勞駕駛 而且保持穩定的車距 那這時候當然德國就很不服氣啊 德國說 我這是Mercedi對不對 Benz 你哪有可能做啊 他就指出說 這種車很危險 他有哪些哪些問題 對 就是HGV這種車 有哪些哪些問題 那英國就說 我告訴你 我現在很多機密 我是不會公佈的 對 我要到2016年 3月到6月之間 我才會陸續公佈 而且他已經上升到國家層級 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智慧科技社會學 智慧科技經濟學 對 他把它作為一個重點的國家經濟發展 要把它公佈 是 好 吳獨佑 其實剛才人就講了這個 無人車這兩個國家以外 我們剛剛不是講德國和英國嗎 對 只有這四個國家不止至少八個 我現在舉出來 來 Google Google Google呢 他已經在兩年前 就已經推出他的 這個經典車款上市的 而且是小車 所以你看 小車大車公車通通有 從五人做的到一千多人做的 通通都有了 他告訴大家說 不要急 五年後一定大規模生產 並且是跟哪幾個國家呢 跟日本 包括美國自己 包括德國 英國 全部合作生產 這裡面包括福特 豐田 通知等等 剛才包括德國的 摩西地 Benz 全部合作生產 那他已經達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 大家 已經懷疑說 是不是他真的在路上網沒有問題呢 我跟各位報告 他這一年多來 就從2015年到最近 他已經都在他自己的場區裡面 長期的運用他的Google車 再載送他的員工 那這個車的車價是什麼呢 我跟各位報告 但是他上面那個偵測雷達 剛剛不是說 他要有偵測雷達才可以 保持他良好的無人駕駛吧 那一顆雷達就值台幣200萬元 那整個造價呢 大概是300萬 而這輛車已經在 底特律車展的時候 已經公布給大家了 那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成熟的 成熟的發布呢 大概是2023年 換句話說 我們這個節目10年後 大家都是乘了無人駕駛車來的 而且道路面積縮小 綠地可以變寬 然後所有的車道就可以變窄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空間概念 到10年20年後 全台灣會翻新 為什麼 因為20個先進國家裡面 或者是30個先進國家裡面 所有的車輛的用車概念 以及我們現在所有電子配備 都會被這種Google的車 或者是Mercedes的車 或者是英國的HGV的車 完全全面的更新和改變 為了這個世界真的充滿想像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這個石丘委員 我們現在看到這件事情說 我們的柯P在思考說 內湖應該怎麼處理啊 什麼之類 你還記得當時阿扁為了解決 這個台北市的交通 他做一個叫做十字路口進空 還有這個我們說的這個公車專用道 我們可以想像這個事情到現在為止 我們就停在公車專用道 我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的公車可不可以變電動車 我們的公車可不可以變無人駕駛 甚至你知道我們既然有這個所謂的這個 就是公車專用道的話 你的這個所謂的Wi-Fi 或者是我們說無線傳輸都可以做到 就我們現在交通部長想的事情是 橫向的公路要不要收費 這個晚上的要不要收費 可是全球已經日新月異了 對 傑明我想我們今天到全世界走 尤其到對岸看一看的話 你會發現有個地方在遠地踏步 就是台灣 尤其台北 你會發現遠地踏步的很嚴重 剛才講到無人駕駛車 其實各位如果到美國去就知道 像特斯拉這個電動車的話 目前他們也在推展無人駕駛 你到連Motel 它都會有專門為特斯拉設計的 這種加油的 然後大概擺兩個車位 加電的 但是無人駕車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技術問題 我相信沒有問題 但是美國的國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Agent 他提出了幾個值得大家注意的 我想像我們最近看到新聞 蓋達組織一個最重要的領袖 被美國的無人飛機幹掉了 對 幹掉了 無人飛機現在的技術包括像FED 這種所謂的什麼這些 說是聯邦的快遞 他們都用無人飛機來做 但是他們也就發現 無人飛機如果用在軍事用途 你美國可以用無人飛機 對於執行的狙殺恐怖分子 但是如果恐怖分子用無人飛機的話 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今天的無人車 基本上技術上沒有問題 但是前天各位記得 敘利亞就發生了所謂的 汽車炸彈客 炸死了將近兩百個人 對 無人飛機是如此 無人汽車的駕駛 他們所擔心的關係就是說 將來有一天被恐怖分子利用的話 他連那個自殺炸彈客 都不用付出生命了 所以今天技術上沒有問題 但如何在某種程度的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國安安全局 他們認為未來在無人汽車這一塊 不是技術的問題 而是怎麼讓恐怖分子不利用 例如說你今天一個大貨車 他裡面帶滿了炸藥 那還得了 一條生命都不需要付出 然後這點我覺得 我們在發展無人汽車和無人飛機 其實目前都面臨了困境 今天美國就是用無人飛機 來駕殺全球的恐怖分子 但是無人飛機未來 如果變恐怖分子利用的話 你跟在聯邦的快遞 或其他快遞裡面 在遞送郵包的時候 假設是一種炸彈 就像我們今天探討的無人汽車 當然我相信這個科技 台灣也好 全世界在幾年之內都可以發展 但是如何在安全上做過規範 否則到最後 當我們看到美國汽車 在塞車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輛無人駕駛的車子 在這個過程當中突然發生爆炸 所炸死的人是不得了 這是一個大家 目前美國國安局 已經在思考的一個方向 因為技術上 我相信連鐵斯拉這種電動汽車 都沒有問題的話 所以無人駕駛是必然會存在 只不過在如果恐怖分子 繼續存在而且蔓延的話 他會變成恐怖分子 另外一種利器 這使得大家關切 是的 這是我們另外擔心的事情 不過因為剛剛 我們持久委員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無人飛機 你知道台灣的無人飛機 也是很厲害 甚至美國人都說 台灣的無人飛機做得真好 所以看起來 無人這件事情 基本上不是困難的事情 只是說你怎麼去執行 可是說真的 我們希望小英政府 對這事情能夠高度關注 為什麼 雖然不要講馬英九 不過你知道嗎 馬英九當時曾經搭到玉龍說 我們來這八年發展電動車吧 結果發展最後 玉龍就用EKFA 把電動車的設備 全部到中國大陸去了 所以現在電動車 在哪裡最厲害呢 在中國不在台灣 技術誰最厲害 台灣 因為蠻悲哀的 Tesla以前也在台灣 好了所以問題來了 金王 我們台灣也會發展無人車嗎 當然我們台灣其實在2014年 就已經做出來的無人車 而且呢做得非常的好 因為是台灣的那個 車輛研究中心 那時候做的時候 我們有看他demo的那個影片 因為其實你知道 做這無人車 其實主要技術問題 對台灣來說一點都不難 為什麼 我們知道開車最重要三個關鍵是什麼 油門 煞車 然後跟方向盤 那這三個關鍵的部分呢 我們台灣有幾個部分去控制它 第一個部分是 要透過所謂的那個雷達 就是所謂的偵測器 因為它能偵測說 我後面有沒有車 我旁邊有沒有車 前面有沒有人 它才能偵測得到 第二個是要裝什麼 要裝攝影機 因為攝影機會把比如說 樹的樣子拍下來 把人的樣子拍下來 所以我的車用電腦 就可以去辨識 就是說我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第三個是什麼 就是它要有個車用電腦 去做這些運算 然後比如說我地圖開到哪裡 我車走到哪裡 我的電腦都可以運算得出來 所以這三個元素去控制 我們的油門 煞車跟方向盤之後 所以我們的車子 為什麼可以做到無人駕駛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 在這方面技術非常的成熟 所以那個時候 你知道它的測試影片很帥喔 就是說當前面偵測到有人的時候 車子就會慢慢自動停下來 它不會就是說 很快的一下子衝過去也不會 而且它還可以自動變換車道 也就是它感受到 就是說前面車塞住的 旁邊有空位的時候 它會自己打方向燈 然後慢慢的切過去 非常的厲害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一般很多女生 最難的就是倒車入庫 對不對 今天我告訴你 這個無人駕駛 它幫你停車的時候 它真的可以自己做到倒車入庫 你只要按下按鈕之後 甚至你不用處理 它就可以自己幫你 把倒車入庫做得很完整 這個就是台灣的技術 而且在2014年底 我們就已經做出來 現在我們只有在規模經濟上 怎麼樣降低成本的問題而已 那關於剛剛石雄委員說的那件事情 其實在過去這一年兩年的時間 Google已經有討論 然後有很多去研究對策 那對策是什麼 他們決定要把 就是說這些所謂的無人車 因為你要用到車用電腦 它就有晶片的問題 它要統一那個晶片 所以呢 未來在做晶片的控管的時候 就比較有可能可以控制得住 說避免這種東西 即使即便你恐怖分子要使用 只要有異常狀況的時候 它就會發出一highlight出來 那種比較危險的那種訊息 然後去阻止這情況的發生 所以未來全球在未來五年內 大家都估知所謂的 車用電子跟無人車的技術 這個市場是會大爆發的 所以全世界都在搶工這塊市場 包括我們剛剛不是提到 各國在搶 其實新加坡也在搶 而且新加坡要切哪一塊市場 大家猜猜看 新加坡要切的是計程車的市場 也就是說現在其實計程車司機 真的要有點擔心 因為如果連我們做計程車 都可以是被這種所謂的 無人計程車取代的話 你現在看有多少計程車司機要失業 沒有問獎了 不用問獎了 因為台灣以前很多人 是沒有工作的時候 想說好最差的情況之下 我去買一台車 就開計程車 可是如果以後 男人最後的尊嚴 真的啊 很多的是 你知道計程車裡面 有很多是什麼 以前的 以前不是有科技圈 在2000年不是很慘嗎 很多科技人他就跑去開車 那更早不是在2017年台灣 不是股市崩盤嗎 一萬點下來 很多的開計程車 他可能是股市操盤手 可能是某個精英經理人 後來不是這個台灣傳統 也很糟糕嗎 那很多的做這個小傳統的 加這個我們說 比如說一些傳統的工業的人 倒掉了 倒掉了怎麼辦呢 那開計程車 所以我沒有說錯 男人最後的尊嚴 這個有時候 你跟那計程車司機聊一聊 他跟你就烙銀翼 你不要以為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錯 所以計程車稱為男人最後的尊嚴 以後男人最後尊嚴 都可能會被這個無人車給取代 因為現在新加坡 就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可以想像一個世界 而且這個世界其實這個時間 不會太遠 假設像台灣大車隊 你跟他打電話叫車 台灣大車隊派來的車到你的 比如說到我們壹電視門口 在等你的時候 裡面是沒有人的 然後呢當你進去了之後 因為你要用 你告訴他就是說 我要到比如說我要到松山火車站 我要到哪個地方 比如說我要到那個什麼昆陽捷運站 當你跟他講了之後 因為是用語音 因為我們現在的語音辨識技術 已經越來越成熟 所以當你跟他講完 他辨識的出來 他就會直接自己呢 輸入進去這個所謂的昆陽捷運站 或是松山車站的地址 然後就把你載到那個定點去 載到定點去 你可能付費的方式 不再是用鈔票 可能是用刷卡 甚至是用的UO卡 逼完了之後呢 你下車 車子就自動開回台灣大車隊了 這整個過程中 有沒有任何一個司機的出現 沒有 他不需要任何司機的出現 這個就是新加坡現在在做的事情 新加坡初期砸了360萬美金 而且後面大概預計 還要再砸更多錢去做這件事 而這件事情 台灣有沒有人在做 我告訴你 台灣現在有一模一樣在做 但不是計程車優先 是誰優先 你知道嗎 是貨運業者優先 因為我們現在宅急變 都還是司機在載 以後呢 就變成說這種貨運在載的時候 可能就是有無人車來駕駛 因為他們現在發現 台灣要找那種貨車司機 越來越難找 越來越難找 而且因為大家都怕疲勞駕駛 所以他們為了降低那個事故比例 也願意去支援做這所謂的 無人貨車的技術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說 以後無人貨車 他就是這樣子 載貨載到現場去了之後 有人出來卸貨完了之後 車就回去了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講說 下一個世代技術會成熟 而且台灣做的真的很多 即便連無人車 外面的那個怎麼講 就是我們說 它外面那個殼 對不對 連這個台灣都有人做 而且既然是有坐馬桶的廠商 要來做這件事情 馬桶廠商 Oh my God 可是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事實上在美國已經開始 有類似我們說 行車記錄器 它就像一個 比如說你是一位小姐 那你可以選擇你的行車記錄器 是一個男生的聲音 那你當然 你當然也可以選擇是女生的聲音 你可以隨便 那當然你是一個男士 你當然可以選擇是 OK Miss somebody OK是一個小姐 然後他會一上來 就會很溫馨的問你說 比如說我是一個汪潔民 那我自己的那個記錄器 他會叫我說 因為我的英文叫Jimmy 他說Jimmy你今天好嗎 我說還不錯 他說那我們今天是要去哪裡 對我們今天要去公司 好那我們現在有三條路線 那根據我的算法 就這個紀錄器跟講 他說我們走這條路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你就說好 然後接下來他就會開始引導你往前走 而且他會跟你說心情的話 那你今天要吃什麼好的點心 這都已經開始產生了 而且剛才我們親王講的重點 現在全台灣的倒車的那個系統 台灣是最先進的 所以你買汽車零組件就對了 好的講到股票市場 你會想到一件事情 對講到股票市場 你不要忘記有人是超級營業員 但是問題是那個人叫玉珍 玉珍 那問題萬一這個出了車禍誰負責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如果要在台灣要實施的話 雖然剛剛清皇講說 這個現在很多人在投入 那甚至包括谷歌都已經拿到了 這個就是上路的證照 那可是我就在想說 這個無人駕駛的這個無人車 那車禍怎麼辦 那其實這個事情如果我們假設 這是二十年後二零三五年 就是二零三五年呢 如果你開車開在台北市 然後呢你從福州路 福州街 然後要轉到 可能要去總統 去這個總統府 是哪裡 但是不是去撞總統府 不是 對 可是呢 因為是無人車 那你上去之後呢 你坐在上面 對 那可是呢 旁邊有個小女生 然後甚至呢 那小女生長得跟你一樣嗎 對就是說如果有個娃娃 年輕人跟老年人 假如真的沒辦法擋住的時候 你讓無人車去撞誰 就是說他不會保證百分之百沒有事故 所以他無法判斷 就是說假如有三個障礙物 在那邊的時候 你讓無人車選擇哪一個去排除障礙 好難喔 這人都很難決定 很難 所以呢 突發事件 無人車很多人在討論說 那最後呢大家就把這個 就是把這所謂的這個風險 開發無人車的一些專家 都拿來討論 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車禍的話 那誰該負責 結果大部分討論的專家 甚至包括投入的業者 就是說這種所謂的 叫做什麼 叫做電光死火的瞬間 也就是說那個一剎那 可能是一秒鐘兩秒鐘 那你要完全控制 是不可能的 所以假如無人車出了事情的話 原則上也沒有辦法讓車子去負責 所以沒有人願意負責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那這樣的話 現在我們的交通部長賀成蛋 他要解決高速公路 要不要收費很簡單 可是呢 要發這一張證照 你研究出了無人車了 這個證照 你的無人車我要發照給你 就像剛剛我們在講說 不管是他去北京 或是去秦皇島的那個空中巴士 要發那一張證照出去 然後說假如他有事故發生的時候 誰該負責 你擁有這個無人車的公司 要去做賠償嗎 這部分其實是還有點難度的 所以儘管是20年後 可能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但是這個要發照的過程 法規怎麼制定 到底這個好不好走 我相信障礙會很大 我有兩個小故事 那我要請這個友誌幫我回應一下 有沒有有一天 突然我這個車被人家開著之後 我一下頭要準備去 很生氣吵架的時候 發現到那車子沒有山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 什麼叫路上三寶 那個我們知道余美人 他形容他先生 這個是網路上都有講的 所以我可以說 他說他先生一上了那個車子 就暴君上身 那到底什麼叫路上的三寶呢 路上也有三寶 那如果無人車對上路上三寶 或者無人車可以解決路上三寶 這問題嗎 何謂三寶 絕對不是什麼菸草什麼烏拉草 絕對是很神奇的動物 而這動物是有志有志有志 我們進行個廣告 止水 因為大熱和諷刀 這也只有七寶 不 believing 再度一度 還說一遇 也許什麼 那個原來 不嚇她 是 自己的忍 Ona 小人 那些意思 每節